第四大题怎么算呢 他说有一个人利用九天的时间环岛旅行 那这是他的路线 要你把他的答案填进去里面 好那这一个题目呢 你旁边用红笔把它写上去 这题目考什么 把它写上去好不好 换算 对考什么换算呢 来你把它写在旁边哦 公尺变公里 对你把它写上去 考公尺变公里 好那是怎么做 来注意看哦 我教你哦 来看这边 刚才我们不是要你 教你这个什么 一公里第一公尺 还记得吗 一公里 刚才教你也是一公里等于一千公尺 对不对 好你把它写上去 你先把我写的东西 全部写在讲义上面 好这个你应该会嘛 一公里等于一千公尺 你会 好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反过来想 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一千公尺等于几公里 公里 对 所以把它写上去 你要会是这个 一千公尺 就是一公里 我把它写上去 就是你要会去 从左边到右边 你也会从右边到左边 然后等一下 我告诉你快速解法怎么做 写好了吗 写好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来看这边 你仔细看我的画面 仔细看画面 你看这边 我这边是不是写一千公尺 是不是就一公里 好注意看 我要你做一件事情 你用你的笔 用红笔或蓝笔都没关系 这边不是写一千公尺 对不对 你就每三个数字画一撇 就是点一个逗点 点一个逗号 看到吗 然后呢 左边的数字呢 就是你的答案 比如说 现在这个例子 一千公尺 我们是点三个点嘛 然后撇一下 左边是不是只有1 所以答案就是一公里 有看到吗 好以此类推 来看这个地方 我这边是不是写是 9 0 0 5 0 对不对 怎么做呢 就写123 好撇一撇 所以答案几公里 90 等一下 有看到吗 这边写90 因为那个逗号旁边 就是你的答案 所以还是90公里 然后呢 几公尺呢 逗号的右边 就是你剩下来的数字 所以答案填多少 答案就填50公尺 这样会吗 好 再来一次 再来一题 1 1 9 9 0 0公尺 对不对 也是一样 就撇一下 撇一点 对 撇一个 好 也是一样 逗号的左边的数字 就是你的公里答案 答案就是多少 1 1 9 当然你要小心 我的单位 因为这边是公尺 才可以这样做 要小心单位 因为考试有时候 题目会很贼 他给你不是公尺 如果是公尺的话 就这样算最快 虽然是1 1 9公里 然后这边的话 900公尺 因为 后面这个地方 小数点后面的地方 就是你的公尺 剩下来的 虽然是1 1 9公里 然后呢 900公尺 这样会吗 会 可以啦 好 以此类推 第三个 我再做一个 好不好 再做一个 然后剩下后面 那个四五六 就让你做好了 这个呢 你看 第三个是就反过来了 第三个是把公尺 变公尺 有没有 好 这就用最简单的方法 来 刚才我讲过 公尺怎么变公尺的 就数字先照钞 对不对 然后后面补几个零 你猜 对 三个零 只要公尺变公尺 后面就是补三个零 因为一公尺 就是一千公尺 所以要补三个零 就好了 这样会啦 所以不管是公尺变公尺 或是公尺变公尺 都可以算了 OK OK啦 好 我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比较难的 没有 大概只有第四个 稍微难一点点 第四个我也讲好了 五六让你自己做 101 好 101也是一样 它通通变公尺 对不对 所以你先把什么东西 请你先把这个101公尺 有没有 这个 先不要管后面70公尺 先把101公尺 先把它算出来 来 101公尺 等于几公尺 这个101的部分 刚才我教你 答案先写101 然后呢 后面几个零 三个零 OK 三个零 然后呢 公尺 然后你怎么办 最后再把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101000公尺 有没有 再加上70就可以了 好 所以就101 然后000加70 所以咱们多少 答案写的是101 然后呢 零 多少 七 零 OK 好 然后后面的五个六段 就算自己写哦 好不好 好 算一下